黑色轿车从倒在地上的女子身上 碾压过去 随后又立刻倒车再碾一次 让目击民众吓得惊声尖叫 更让人没有办法置信的试驾驶和被害人 竟然还是夫妻 这起害人听闻的驾车谋杀 发生在大陆贵州 另一个角度目击着清楚 进入下行凶男子曾下车 查看倒在地上的女子随后又上车 对着女子的方向来回碾压三次 周围民众全部看啥了眼 却没有人敢上前阻止 只能看着男子行凶后逃逸 而这名女子遭到碾压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 就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而行凶男子逃离现场后 就喝了农药自杀 随后整辆车反复在路旁 根据调查行凶的欧姓男子 可能是跟妻子之间有感情纠纷 才会狠下毒手 目前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而这段惊悚碾压画面 在网路上疯传 让网友纷纷痛骂行凶男子 对自己的妻子狠下毒手 简直其受不如 因尽速将他省之以法 处以急刑 记者万少安报道